3690 好 揀選原因是內地4月份 多行經濟數據都大幅回落 為了進一步穩定經濟 中央持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包括提防地產和新經濟版塊等等 全國政業昨天召開了數字經濟專題會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提到 要支持平台經濟 互聯網行業監管有望放鬆 新經濟政策面臨改善 有望帶動股價回升 先看短期反彈 股份可以選美團3690 美團將會公佈第一季的業績 摩根士丹尼提到 3月份深圳上海的嚴格防控措施 和消費情緒減弱 導致美團主營業務放緩 預料美團第一季總收入 按年增長2.2% 按月下跌9%至452億人民幣 非通用會計準則 正規選44億人民幣 市場仍對美團今年餘下時間的業績保持樂觀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美團今年經調整規選 預料會收窄到88億人民幣 2023年將會迎來盈利拐點 經調整的盈利預料會錄得91億元人民幣 按年是流規為盈 股價走勢上 美團股價經歷近五個月大跌後 即使低位已稍作反彈 以博反彈計算水位仍然吸引 公司在3月中創過52週低位103.5元 隨後沿著短期上升軌反彈 昨天收報173.7元升6.2% 並且突破去年11月以來形成的下降軌 策略上可以等10天線 即大約163元吸納 短期可以挑戰1月的阻力大約190元 跌穿20天線大約155元就適宜減辭了 1.5元 2.5元